哈囉大家好,我是Sani,就要跟大家分享 你常不自覺對孩子說酸話、反話、恐嚇指責的話嗎? 從一個小改編開始,讓我們一起說好話 在很多的亞洲家庭裡面,大人講出口的話 常常都是難聽的、負面的話 那這個包含我自己 因為我們的家長從小就是這樣跟我們說話的 從小耳濡目染,只要我沒有經過思考 常常衝出嘴巴的話都是壞話 不管說這些話的人是有心或者是無意 長期的對孩子這樣說話 會對孩子留有一輩子不好的影響 有人可能會反駁 哪會啊,小時候我媽就是這樣跟我講話的 我長大還不是好好的 你確定嗎? 你有沒有不自覺的 也會用同樣的方式來跟你小孩講話 而你的小孩將來也會習慣用這樣的方式 去跟他的小孩對話 這些讀就這樣一代一代的延續下去 當然有另外一部分的人 雖然小時候被這樣對待 但是長大之後有了自覺 主動了改變自己對孩子說話的方式 就是停止了這樣的負面循環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1939年Wendell Johnson等人 在愛荷華大學進行名為 怪物研究的Monster Study的心理實驗 來提醒大家 察覺自己說出口的話 到底是有建設性的好話 還是會傷人的壞話 常常對孩子說壞話 對孩子會造成什麼影響 怪物研究一開始的目的呢 是關於兒童口疾的發展和語言治療法 來看看對孩子的語言模式會有什麼影響 那這個實驗一共選了22名孤兒 其中只有10個孩子是真的有口疾的 其他的12個孩子他們的語言能力是正常的 那實驗分成兩組 實驗組和對照組 各有5個口疾的孩子 和6個正常說話的孩子 對照組的孩子接受的是正面語言療法 實驗組的孩子接受的是消極語言療法 那實驗一共進行了大約6個月 每一次的時間是45分鐘左右 研究人員會在談話的過程當中給孩子反饋 接受正面語言療法的孩子 研究人員會給孩子這樣的反饋 他會說你長大之後就好了 請常大半不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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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為了